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当家法师 诸位法师 诸位莲友 大家好 今天定红路过此地 本来想来参拜我们静宗第十一组 沈安大师的闭关道场 仙灵寺 没想到正好遇到大家打精进佛期 当家法师非常热情 要求定红来跟大家说说佛法 既然来到沈安大师的道场 就想起大师昔日所暂写的欠发菩提新闻 这个文过去定红曾经讲过两遍 在家的时候讲过一遍 出家之后也讲过一遍 每次讲都有特别的受用 那么今天就来到沈安大师过去闭关的仙灵寺 就感受更不一样 尤其各位联友在这里打精进佛期 秉承大师昔日精进用功的这种道风 令定红就深深的敬佩 很随喜赞叹 过去沈安大师 这也是一位再来人 他年轻的时候 是参禅开悟 然后就专修敬业 曾经在附近的宁波阿玉王寺 那边发了四十八大院 赶得舍利放光 之后就来到此地 闭关修行 跟连色的大众 结色念佛 大家一起来发愿 一直到灵命中 都专心念佛求生敬佛 那么 在雍正十一年冬天 大师就预知实质 说在明年四月十四日 就准备昔归 日期都说得很准 那么就劝大家 要努力休息 随即就进入观法 每夜 每天 佛号十万 给我们做出视线 即使是开悟的大德 尚且要精进地念佛 那么 到了第二年四月十二日 就是往生前两天 他说 已经见到西方三圣 是第二次 那么到了十三日 往生前一天 他已经跟这些好友 报友们 依此别 就开始断食 终日静坐 就等待往生 到四月十四日 就是他 预言要往生的日子 到凌晨五更 他就 洗玉 更衣 面朝西方 闭目 结家福坐 大家 就跟他助念 那么这时候 可能他已经往生了 因为已经接家福 坐不动 忽然 他又睁开眼睛 跟大家说 我 去去寄来 生死事大 各自尽心念佛可也 就是 勉励大家 最后提醒大家说 我现在去了 马上就要回来 说完 合掌念佛 就往生了 大师走得 很早 他是 四十九岁 就往生了 在 净宗十三祖 当中 他是最年轻的 往生的一位 但是 他给我们 世间 留下的 不朽的著作 其中一本 就是 劝发 菩提心 那么这个文 不仅是 净土宗 必学 其实 各宗各派 都应该把它 作为必修的 科目 因为 所有大成宗派 都要 发菩提心 因发 菩提心 才能够 成等正觉 那么 《无量寿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三倍往生 都需要 发 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 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 如果说 我只有一项专念 我想 求生净土 宁阿弥陀佛 但是 没有发 菩提心 这两个条件当中 只符合一个条件 那是不足的 必须 二者 兼具 而且 发菩提心 更为重要 发菩提心 是第一因 往生净土 第一 然后 一向专念 是辅助 就像 沈岸大师 这篇文里头 讲到 下菩提种 更以念佛之理 像我们 的耕种 过去 是 让牛 去耕离 先要 下菩提的种子 种子 种在地里 还要去 离田 松土 这样 才能够 让种子 发芽 长大 发菩提心 就好比 是下菩提种 念佛 就是根里 所以 这个 发菩提心 是第一 正因 一向专念 它属于 第二正因 发菩提心 的果报 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发菩提心 虽然念佛 也往生不了 所以 大家在此地 精精念佛 非常难得 那么念佛 大家没说的了 都会 很用功的念 那么这里 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 劝发菩提心 所以 我这里 在把这篇文 其中 节录一小段 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 这个时间关系 就不能把全文 来讲 但是 这篇文章 真是 非常的好 文字也优美 字字诸记 是大师 苦口婆心的劝导 我几乎每次去读 都感动到 流眼泪 那么今天 我们从里头 节路 这个 发菩提心里面 讲到的 十种因缘 其中 第九种 就是求生净土 这个缘 那么 请大家呢 都拿到 那个小册子了吧 把那小册子 翻开 打开到 十八页 那么 劝方菩提心 这个文 过去我有 比较详细的讲解 大家有空 可以找来听听 尤其是出家之后的讲解 这个小册子呢 我这次来看到的 是这个 我在出家前 在卢江实际禅寺 那时候我带一个华言班 那时候给大众讲的 但是讲的呢 并不很详细 可以参考 之后讲的 第二次讲的 有光点 网上也可以下载 那个呢 就比较详细一些 那么这篇文 他主要呢 就从两大部分来讲 一个部分是讲 发菩提心的相 相状 要辨别 这个八种差别 所谓协证 真伪 大小 偏远 就是啊 怎么辨别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正发菩提心 不要误以为自己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要去辨别 那么讲完这一大段之后 第二大段呢 就讲啊 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 不同根性的人 他的因缘也不同 那么这里讲到的 十大类的人 因不同的因缘 发了菩提心 不管是什么因缘 只要发了菩提心 就行了 那么这十种因缘呢 就所谓 这个看第五页 倒数第二号 何等为十 一则 一则念佛众恩故 二则念父母恩故 三则念师长恩故 四则念师主恩故 五则念众生恩故 六则念生死苦故 七则尊重己灵故 八则忏悔业障故 九则求生净土故 十则未念正法得久住故 这十大因缘 那么每一大因缘呢 大师都有详细的来解说 那我们来翻到第十八页 看这个第九大因缘 云河求生净土 我先把这一段文念一遍 为在此土修行 其尽道也难 彼土往生 其成佛也意 意故一生可治 难故累劫未成 是以往胜前贤 人人去向 千金万论 处处只归 莫是修行 无悦于此 然经称少善不生 多福乃至 言多福 则莫若直持名号 言多善 则莫若发广大心 是以赞持圣号 胜于布施百年 意发大心超过修行历节 改念佛本期作佛 大心不发 则遂念稀为 发心原位修行 净土不生 则遂法易退 事则下菩提种 更以念佛之离 道果自然增长 成大愿传 入于净土之海 西方决定往生 视为发菩提心 第九因缘也 我们就今天一起学习这个小段 那么末法时代的众生 修行靠自立成就 是非常难的 因为众生 既然生在末法 就是业障深重 所以必须要走易行道 那么易行道 就是指净土法 因为它是靠阿弥陀佛 本愿微神加持 只要我们信愿持明 临终 既能蒙佛接引 往生净土 所以往生净土 就当生成佛 因为到极乐世界 就正得不退转 所以皆称了阿弥业智菩萨 弥陀经称为阿彼帕智菩萨 这是指 原正三不退的菩萨 也就是说 在成佛的路上 它不退转 而且极乐世界 是无量寿 因此 只会进步 不会退步 最后一直到成佛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决定做佛的 那么发菩提心 没有别的 就是愿做佛心 因为没有再比做佛更为圆满 所以愿生西方净土 就是愿做佛的心 愿做佛心 就是发菩提心 因此 欧一大师 不是这个 欧一大师 我们竞争第九祖 他在阿弥陀经要节里 跟我们讲 深信 请窃愿求生净土 即是发菩提心 那么跟沈安大师 在此地 这个文里头说的一样 求生净土 也是发菩提心的 一大因缘 那么为什么求生净土 沈安大师在这里解释得很清楚 所谓在磁土修行 就这个娑婆世界 称为五卓恶士 杰卓 众生卓 命卓 等等 五卓 卓就是卓恶 卓恶就是污染 我们在这里想修心净心 特别难 其进报也难 你想要在菩提道上 进一步都很困难 退步就很容易 像你看这个道场 大家能够精进念佛 这很稀有难得 我们当家法师 带领大家来修行 那么这种因缘 不容易遇到 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环境 即使你想修行 也是进的少 退的多 所以靠自立成就 基本上不可能 那么所以 大师劝我们要 往生极乐世界 彼土往生 其成佛演绎 彼土就是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里面 成佛非常容易 因为那里全是禁远 没有退远 你看那个 弥陀经也好 无量寿经也好 给我们描述极乐世界 那个七宝池 八宫得水 那个风吹的这个 灵树 那树上都是七宝所成 微风吹动 这个七宝的树叶 互相的 一动起来了 就像风铃一样 发出微妙音声 这个音声是什么声呢 是法音 给我们宣说 五根五立七不提分 八上道分 种种的大法 连那鸟都会说 阴无舍利加灵平强 共命之鸟 那鸟实际上 也是阿弥陀佛变现 这个环境多好 让你文法没有间断 那我们这个世界 真是挺不容易的 咱们在这里 这个法堂里面 这念佛堂里面 那么一起研讨佛法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之后 如果大家要回家了 这个文法的机会有着断 好在呢 现在有那个波经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波经机 将来我们如果 这个从深圳给你们寄一些 给大家 可以呢 什么呢 常常打开它 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做家务活也好 就开着那个波经机 也能够啊 文法不间断 相似于极乐世界 当然 在极乐世界就更为明明了 所以 这个法的熏悉能够不间断 自然就不会退转 那更何况 衣食受用 完全自然 想吃饭的时候 七宝波器 自然献起 百味饮食 自然饮满 而且你也不用去吃 吃了还要 这个解决以后啊 这个大小变问题 这个太麻烦了 以饮为食 色力增扎 不用 不用去真的吃 这个饮命就已经得到了受荣 食饮就化去 这个已经受用了 那个七宝波器啊 百味的饮食 自然就化掉了 不见了 也不用洗碗 又不用做饭 又不用洗碗 省了很多家务活 真是啊 这个极乐世界修行啊 好安静 因此成佛就很容易了 一故一生可治 那么成佛容易吗 所以一生就可以达到 到西方极乐世界 全都是一生做佛 而且很快 你看看 这个经上讲的 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到今天十节 十节的时间不长 但是极乐世界里面的 这些众生 大多数都是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就是哪里有因缘 他就可以在哪里视线做佛了 而可以在无量世界 做佛 原教初柱以上的菩萨 就能够在百界做佛 一百个世界 当然是小世界 去做佛 二柱呢 是千界做佛 三柱就是万计做佛 如是倍倍增上 到等觉就可以在十方法界 事先成佛 那么极乐世界大部分的人都是一生补处 都是一生补处 那么你就想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刚去的 我相信 不是说全都是一生补处 菩萨去 也有很多是凡复去 有可能是二成人去的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下下品的众生 十二节他就做佛 他就化开前佛 那么有的当然更快 那么你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分析 我们这些一般的人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很快就能够这么得等觉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非常容易 非常快速 因此 普贤菩萨 在《华言经》里面 我们看到 十大愿望 祷归极乐 他带领 41个位次的 法生大使 要求生敬佛 本来普贤菩萨 完全可以在华藏世界成佛 为什么他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肯定是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更快 比华藏世界更快 要不然他要不然他何必这么样子 去费一番周折呢 所以我们读《华言经》这里都要去细细地去品 去思考 这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殊胜 你就能明白 那么反过来我们这个世界 梭佛世界 难 所以累积未尝 这个不是说一般人 就是说我们这些 修行人 生生世世 都是学佛的 可是生生生世世都没有成就 即使是挣着阿罗汉果了 要回小向大 也要一万大节 要累劫才能够转过来 还要修行 所谓三大阿僧奇节 阿僧奇就是无数无量的意思 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文 非常幸运 因为这一生就可以成伴 就可以涌脱轮回 一生成佛 真的不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是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今天遇到 要生起因重心 要真干 不能再耽误我们自己的法身会 那么我们能够信这个净土法文 也是上根深厚 你看无量寿经里面 就讲到这个公案 当时 在王舍成 奇舍诀山中 听佛陀讲 无量寿经 有两万人 出家众 比丘一万两千人 比丘尼五百人 在家的男居是七千人 女居是五百人 总共两万人 其中在家人当中 有一位阿舍王子 还有五百大长者 他们听到无量寿经 非常欢喜 就从座位上起来 拿着金花盖 来供养佛陀 供养完毕 就回到自己座位上 继续听清 佛陀当时 就表扬他们了 跟他们说出前世的这些因缘 说他们前生 是无量寿来行菩萨道 供养过四百亿佛 不是四百佛 是四百亿 那你想想 平均来讲一尊佛 是三大阿生奇节才出事 那四百亿是多少阿生奇节 那么这样的善根 遇到了无量寿经 遇到了净土法门 才能够欢喜接受 所以他们在座上就发愿 将来我们做佛时 接入阿弥陀佛 这样深厚的善根 才能够发这个菩提心 当然要接入阿弥陀佛 那必定先要清净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学 先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能跟阿弥陀佛学 将来做佛 你才能够成为像阿弥陀佛一样 那我们在座的诸位 善根之深厚 决定不会亚于阿弥陀佛王子 那五百人 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我没有佛的那种宿命的神童 但是我可以推理可知 你看阿瑟士王那个五百人 他们是听佛讲无量寿经 才能够发起这种欢喜心 那这种欢喜心 那种善根 是供养四百亿佛 对吧 我们这一生 没有一道佛 可能只是听光盘 偶尔听了法师讲的一座两座经 居然对净土法门就能够生起深信 就能欢喜 就能发愿求生净土 这个善根 你想想 一定不会差过阿瑟士王子 那五百人 那么但是善根虽然深厚 这一生能不能够成就往生 还要靠认真去念佛 去用功 否则呢 还是这一生只是种善根 无量节来已经种了 不知多少次善根 这一生还是再种一次而已 这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要把握好这个意愿 这一生一定要往生心 不能再等 再等不知道等 再等哪一生哪一节 所以对这个世界 一切都要发现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真实 金刚经上讲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千万不要在梦幻泡影当中迷惑 把自己耽误 所以这个法门 除非没遇到 遇到了 只要认真修 各个都能成就 善门道大师 万修万人学 所以圣安大师这里讲 是以往胜前嫌人人去向 前景万论处处只归 往胜这是讲过去一切佛 也包括十地以上的菩萨 也包括十方一切诸佛 没有不赞叹这个法门 没有不修行这个法门 无一不是以这个法门而得成见 包括释迦牟尼佛本人在内 他也是跟我们讲 他以这个法门而成就 而且他告诉我们 这个十方三世诸佛 皆以念佛三昧而得以成佛 其实他老人家在弥陀经里 也给我们透露出这个消息 他是怎么成佛的 他就是以净土法门成佛 你看阿弥陀经我们天天都念 里头经文讲 我与五座恶事 行此难事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诸众生 说是一切众生 难信之法 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五座恶事里面 行的是什么法呢 行此难事 在这个弥陀经里讲的 此难事 不是指别的事 就是 这个求生净土 一生成佛的 难信之法 这讲难事 难信 不是难行 难信而异行 那么释迦牟尼佛是 这个行此难事 求生净土 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成佛 然后再回入娑婆 为一切众生 说此难信之法 再给我们 把这个法门宣说出来 所以印光大师讲 十方如来 都是赞叹这个法门 宣说这个法门 在弥陀经上的根据 六方诸佛 接触广长舌相 遍布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谁 如等众生 当信是 这个 这个 接当信受 这个净土法门 这是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护念 一切诸佛宣说 所以 神安大师讲的 没错 往圣前显 圣是十地以上 前显 是指三行为 十住 十行 十回想 他们带领我们 所有的众生 都要去向极乐世界 佛讲的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最明显的就是 华言经末后 十大愿望 导规净土 那么 因此我们末法时代 修行 无悦于此 就是这个 法门 我们末法时代 必修 不修这个 就很危险 然经称 少善 不生 多福 难治 弥陀 弥陀经上讲 修这个法门 不可少善根 福德 因缘 所以少善根 不能往上 少福德 也不能往上 什么叫福德呢 言多福 则莫若 支持明昊 能够一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福德是最大的 最有福报 言多善 则莫若发大 广大心 就是发菩提心 作为能够发大菩提心 这就是多善根治 所以是以暂时圣号 胜于布施百年 我们上哪修福呢 上念佛堂修福 这最殊胜 你这个念阿弥陀佛 只要念一会儿 就胜过你一百年的 布施功德 一发大心呢 就超过修行力竭 菩提心一发起来 这个力竭的修行功德 都比不上 因为这个菩提心是 广大便虚空发解 救度十方世界 一切有群无群众生 那么 这里下面说 念佛本器作佛 大心不发 这遂念细微 所以念佛 最可贵的 是以大菩提心来念佛 我为什么要求生救度 我为了救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而不度 现在我没本事度 我倒希望极乐世界有本事 我就能够立刻成佛 本愿 成愿再来 救度众生 不是为这个大菩提心 去往生的 你念佛 有什么用 这不相应 一念相应 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相应就是要发大菩提心 发心 原为修行 净土不生 则虽法易退 发了心之后 要保你的菩提心 就要念念求生净土 不求生净土 你发了菩提心 第二生 你肯定就会忘 所以就会退转 杰流大师所说的三世愿 今生修行 来生享福 再一生就是堕落 享福就造业 所以 一定要求生净土 是者 下菩提总 更以念佛之理 道果自然增长 菩提心是我们的正义 念佛 来保养菩提心 道果自然增长 这个道果是无上菩提的大果 天天都在增长 那么这是自立而言 而净土法门最终要靠他立 就是乘大怨船 入于净土之海 西方决定往生 乘阿弥陀佛的大怨船 弥陀四十八大怨 愿愿 坚引求这个 末法界的众生 求生净土 我们往生 是靠阿弥陀佛愿力去坚引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往生 所以一定要至诚恳切的 求佛 加油我们 护念我们 就能赶得临终 佛来接你 就能够入净土之海 连池海会 决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愿 来保证往生 只要你深信 切愿求生净土 你就保证往生 这是阿弥陀佛保证你的 我们对这个要深信不疑 那么能如此去修行 这是发菩提心 第九因缘 其中一种因缘 这种因缘 我们把握住 那么现在发菩提心 在菩提心中 念这句佛号 念念跟佛相依 自然就得证 念佛三位 灵终 就像圣灾大师那样 能够自在往生 那么 就祝福大家 能够在 修行当中 日日进步 道果造成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